又到周末 一個經濟理論一隻股票這個題目 今次應該改做一個經濟理論多隻股票 因為要講的是壟斷 近年有很多中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案 2019年Google被歐盟罰了100億美元 2020年中美國國會舉行了一個聽證會 四大美國科技公司的華視人被問 蘋果公司現在也就他App Store收費問題 和人打官司 繼阿里巴巴早前被中華政府罰182億之後 騰訊據問也會成為下一個被處罪的公司 美國新任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 就學了科技公司的絕招更新 他現在在國會提出了更新更強的反壟斷法案 這個席捐歐洲、美國、中國的反壟斷浪潮 如果你投資了這些科技公司 應不應該害怕呢? Hi 我是二二 我會在周末分析經濟投資議題 如果內容有用請你點贊和訂閱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那你就會收到新片的通知 另外有一個年回報相信可以做到20%的價值投資系列 一共10個短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描述欄和playlist觀看 這個短片要講的是 反壟斷究竟是什麼? 和對科技巨企的影響 要分析新一波反壟斷法 會不會影響大型科技公司 首先要分析新法案 哪些條文會通過 哪些條文不會被通過 由於法律不外乎人情 我們認為合理的就有比較大機會通過 反思亦然 要判斷新法案是否合理 就要明白法案的內容 首先我們要明白什麽是壟斷 什麽壟斷不是在一個市場裡 只有一間公司在營運嗎? 一間公司是否有壟斷地位 是取決於市場的定義 如果這個定義太狹窄 例如定義是陳記的燒鵝 陳記燒鵝當然壟斷 因為只有陳記燒鵝會賣 陳記出品的燒鵝 另一個極端如果定義太廣闊 例如市場是全球的餐飲市場 就絕對不會有任何公司壟斷 所以一般會運用一個叫做SSNIP的原則 即是說如果陳記燒鵝加價5-10% 但他發現他沒有賺多度 因為客人轉了去光顧能記燒鵝 市場定義就應該擴闊到包括這兩間食肆 如果又有人控制這兩間食肆 而加價 發現仍然不能賺多些 因為顧客又可以光顧容器 如此類推 而假設就算有人控制全香港 所有賣燒鵝的食肆和加價 發覺仍然不能賺多了 因為顧客改為食燒鵝 所以如果終於假設人控制了 所有賣燒鵝和燒鴨的食肆和加價 他們這次真的可以賺多些 因為只得很小比例的顧客 轉為食其他食物 我們就定義了市場 是應該包括所有賣燒鵝和燒鴨的食肆 下一步就可以衡量個別公司 在這個市場裡有沒有壟斷地位 一般看法就是一間公司佔據了很大的市場佔有率 就被視為壟斷 但這個邏輯絕對是反資本主義 為什麼呢? 這可以分兩點說明 資本主義就是一間公司做得越好 就會得到更多的鼓勵來自盈利 而更多的財政資源又有機會令公司進一步提升它的競爭力 如果反壟斷是基於公司規模 豈不是做得好就會受到懲罰 另外公司規模越大 規模經濟下成本降低客戶受惠 如果反壟斷是基於公司規模 豈不是公司的生產成本低就犯法 一班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 在70年代就提出了這些質疑 而美國政府和法庭就採納了他們的看法 所以由當時開始 反壟斷再不是取決於公司的規模 而是看他們有沒有損害到消費者的利益 至於怎樣判斷消費者利益有沒有被大企業損害 主要當然就是看價格有沒有被抬高 但這個準則都不是全部的 例如大企業效率提升可以反映在產品質素提升 價格就是微升 即是說性價比高了 在這個情況下價錢高了 但是消費者的利益是大了 相反壟斷性企業可以利用他們的權力壓低供應商 包括員工的價格 是可以令到價格下降 但是供應量有機會減少 燒鵝飯是便宜了 但是很多人吃不到 這個都不是消費者之福 所以簡單來說 品質調節後的價格下跌 和成交量上升 就反映了消費者利益沒有被損害 這個消費者利益準則運作了幾十年 現在為什麼要變呢 以美國的新六條法案為例 其實最重要是針對平台型生意模式的科技企業 由於他們搜集了大量消費者和營運者數據 他們就有機會濫用 知識就是力量 政府和大眾害怕的是他們實在知道太多力量太大了 所以法案是包括針對大型平台公司的拼購交易 他們不能夠強迫平台小商戶供應商做一些排他性的選擇 和平台公司是不能夠開展和平台供應商戶相同的業務去跟他們競爭 而這幾個法案裡我的意見和預測就是限制大型科技合併這個法案應該會通過 而事實上現在聯邦貿易委員會一向都會反對一些會形成壟斷的拼購 因為雖然規模大就不等於會損害消費者 但如果沒有選擇就絕對不利消費者 除非我們全部都有選擇困難症 另外平台企業不能夠強迫商戶和客戶做一些排他性的方案 這個也都應該獲得通過 因為這個行為確實是會令到商戶和消費者的選擇受到限制 例如如果白街強迫所有供應商要靠邊站 如果我住的地方沒有白街超市便會非常之不方便 這些新法案裡爭議性和影響力最大 就是不准平台公司經營和他平台商戶有競爭的業務 例如亞馬遜的網站有賣電子閱讀器的商戶 亞馬遜就不可以營運自己品牌的電子閱讀器 Google的廣告客戶有做串流影片的公司 Google就不應該經營YouTube 如果法案通過有人認為會令到這些大型平台科技公司 面臨分拆的命運就像上世紀 標準石油被迫分割成很多公司一樣 但我的意見是不用太憂慮 首先這條法案通過的機會不高 由於反壟斷的關鍵是消費者利益和市場的競爭性 我們不應該被大公司騙殺小公司的創新 為什麼我們又可以騙殺大公司的創新呢? 一個學生成績優異中英數拿A 我們是不是應該不讓他讀其他科目 和不讓他考其他科目 因為要留這些科目的A給其他同學拿呢? 又例如一個業主他有很多個店 其中一個店就租了給一個做燒鵝 只要業主學怎樣做燒鵝的過程有透明度 為什麼不讓他用自己另一個店去燒鵝食肆呢? 反壟斷法是要來保護競爭 而不是要來保護競爭對手 第二就算這個犯案竟然獲得通過 其實結果可以是平台公司不讓 和自己其他業務有競爭的商戶上架 而不是分裂自己的公司 例如白街有自己品牌的薯片 就不讓卡諾B在他店裡買了 這個當然是一個三敗俱傷的一件事 但最傷就應該不是白街和消費者 而是卡諾B 最後就算公司要將平台業務和其他業務 分拆為獨立公司 作為股東的都只不過是由擁有一間一萬億的公司 變為擁有五間二千億的公司 說不定這樣日後潛在的升幅是更高 當年標準石油被分拆就是最佳例子 但這些都是後話 重點是法例是不應該限制任何人 憑他的能力競爭 但對那些成功的人抽取一個高一點的稅項 去幫助弱勢市民和公司 這個才是正道 這個法案是有點矯枉過正 當然如果這個法案真的獲得通過 對股值極高的公司 例如市應率超過五十倍 就可能有些抑壓作用 因為這些公司的股價就是基於 人們對公司業務可以無限多元化的一個想像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短片 如果你喜歡它的內容 多謝你點讚、留言、分享 以及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在那裡 在那裡 有很多的 你要多玩 我 有很多 想法